請注意 此影片含粗續用語 不適宜同及疑打爛陣人士觀看 上年幫星爹和大家開了幾個福袋 雖然條片有點暗咎 但我就覺得好好玩 所以今年又買了幾個來想想 不知今次福袋多還是福袋多呢 這個文具福袋我上年都買過 印象中好像幾划買 所以又按了個回來 今次不見上年那盒原子筆 不知是不是塞在裡面呢 果然 一開就摸到它了 一盒有十支台灣製三角筆乾的按鍵式便宜原子筆 另外馬會附近拍應該幾受歡迎 福袋裡面還有一疊日本製的MEMO紙 是貼得滿可以動氣冷Q的來 另外還有一本沒什麼特別的日本製A5印花丹恐怖 一包兩張的日本製標籤貼紙 最後是一個我沒可能會買的卡套 其實它摸上手不是很便宜的膠尼 還要是日本製的 但是這隻紅色加深深的組合我就真的頂不忍信 這個福袋買差不多90元 雖然有不少日本製品還有十支筆那麼多 不過可能是款式的關係 我覺得去年那個賣點 這隻 這個是我好期待的咖啡主題福袋來 買的時候它有列明有可能出現的東西 好像扭蛋那樣的概念 看來抽到什麼 裡面最值錢的是這個600毫升 有些大的手沖壺 用了厚身的瘦礦來製 摸落都幾實正 不是好trip那種味 但是套了這個用潛水布製的隔熱套之後 真的有點醜樣 至少不是我喜歡那些款式 不用個套的話 又會勒忍死人 真是好難矛盾的 不過除了本身的露肚膠的之外 它還跟了個帥仔少許的目的給你換 繼續在外形上加少許的分感 除了一隻帽之外 福袋裡面還有一支木柄硬毛的掃掃 一支幾重手的不瘦礦咖啡豆筋 還有兩包分別二十克的咖啡豆 除了支數沒有寫橙地之外 其他東西它都是標台彎制的 如果有計算底不底的話 在同一間店買那隻手沖壺 這個福袋的價錢是一樣的 那即是除了個壺之外 其他東西都算是賺了這樣 雖然沒有那種撿到寶的感覺 但是這個福袋都叫滿意啦 這個設計師我留意了很久 畫那些完全是我喜歡那種公仔來 趁這次買福袋 還遇到有機會支持一下啦 福袋裡面有七樣東西 有四件都是這種刺繡扣枝味 這個叫團結的寶寧 這個是猛藍招材貓 它很明顯是太空人大便 最後還有這隻功夫貓 雖然摸上手質地不錯 手工都幾好 但是同一個福袋裡面 是不是真的要塞四樣同類的東西進去呢 福袋裡面第五件是包貼紙尼 裡面有十張霧面的防水貼紙 這個這麼可愛的相風仔裡面 裝作卷咖啡主題的MT 最後還有這塊講廣東話 會獲不到笑點的暴揮春 整個福袋我最喜歡的竟然是這個相風仔 你說我應該笑還是哭呢 再買杯杯碟碟都真是有點心虛 那我當然不會放過買餐具福袋來拍片這個這麼理直氣壯的藉口啦 買的時候已經知道裡面有兩件手工圖紙餐具 因為是打得爛的 所以泡泡紙包得很重手 這件摸落似是碟尼 開出來是隻圓得來又不是很圓 不規則形狀的碟仔尼 上了霧面的藥摸上手滑滑滑滑 隻碟本身手工感好重 雖然不是好經驗那麼漂亮 大隻色同個款都幾實用 拿來拍下食物照都應該用得著 另外這隻是油餅的杯泥 質地和顏色和剛剛那隻碟似乎來自同一個系列 我本身都覺得幾實用 手工還好過剛剛那隻碟很多 但是我兩邊都有個粒粉狀的肚臍 好像好有藝術感感 我這些膚淺的港女就不太懂得欣賞 不知是否打算給你拿這隻杯才敢套 以福袋來說 三塊幾水好像真的有點貴 它還要是沒有驚喜那隻 因為你買的時候 它都寫了裡面有什麼 不過好少買轉印貼紙 這個牌子好像都很穩定 所以又買來開一下 這個福袋是這麼多個裡面包得最漂亮那個 裡面有兩套聖誕主題的水晶印仔 但是我沒有玩開 要買塊膠回來才可以玩 有三張不關聖誕時的轉印貼紙 都是些常用的主題來 另外那九張都是聖誕主題的 話就說聖誕 但看起來其實不少平的都用得著 好多都是些花花草草來 剛剛那十二張轉印貼紙一包還有兩張不同款的 這兩包金色和銀色的就只有一張 跟平時的轉印貼一樣 都是剪了個圖案下來 撿了張底紙之後貼上去掛掛掛掛就可以了 金銀這兩張掛出來實物比上鏡更漂亮 紙不會一忽忽減 看起來好像很高級 其他普通轉印貼質素都不錯 全部貼紙連連印仔都是在台灣做的 維發給你想買大約便宜了五十多元 我不會推介你們買這個福袋 但是這間的貼紙真的買得過 最後都是最大箱的 來自一間進去花糯糯的店 都是賣乾花、香精、蠟燭那些東西 買的時候它寫明是NG展示品味 即是那些Display過的東西 上課的示範作品或者一些瑕疵品 這些才是真正考驗人品的福袋 裡面有塊好像陶瓷杯墊的東西 但是這些質地拿去墊的飲品很容易走 慢慢墊一下花花草草算 裡面有杯不是很好聞的蠟燭 折味令我想起一些很甜的chip chip汽水 我不是介意它有燒過的痕跡 只是折味不是走我喜歡的路線 另外這杯大的蠟燭似乎沒有燒過 聞起來我就想起酒店廁所味 雖然我明白雜草想點 但就真的不太懂得欣賞它的美感 不太分到它究竟是裝亂插進去 還是真的亂插進去 反而這個舉木礦香瓶好像正常一點 至少我不喜歡它給這股野鹽女人味 都可以將其他味的香油下去 裡面還跟著合火柴 一塊可以插在乾花盆栽的礦香石 我不剩下 看了好久才看得出它是綠頭 整個福袋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套工具 尤其是這種我想買好久的蠟燭紙 不過用來好像不是好來這樣 如果是價值的話 我不覺得這個福袋騙錢 但以使用心態來說 我就不會再買它的東西了 味對我來說真的有點難受 在這次找福袋的過程 發覺好多福袋都沒有抽獎那種驚喜感覺 有不少都在賣的時候 就連明明裡面有的東西出來 甚至連款式、顏色都講到明 比起福袋 可能叫它們做優惠套裝更貼切 其實買了福袋 DF不適合自己都預讀了 但是開出來給人感覺夠包 就真是好趕客 剛剛開這麼多個福袋 咖啡和轉印貼那兩間我都應該會翻包 文具那個都算多合理 另外那幾間我就真的未必會再買了 如果我剪一次的話 這條片出的那天應該是聖誕節來 祝大家聖誕快樂 今年大家都辛苦了 再多幾天迎接新的一年 可能下年更慘 嘻嘻 今天晚安 旁邊歌還不錯 芳香 MING M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